來為您播出的是 康熙來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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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不知道呢 世界上很多東西本來是不存在 比方說曾經是沒有手機的 是 所以那就是叫做前手機時代 對 康熙曾經沒有陳漢典的 所以那是陳漢典時代 覺得好輕鬆喔 我也有人來甩你 我覺得 我覺得不應該也很懷念 沒有陳漢典的時代嗎 這什麼東西啦 狼狗還是 狼狗長得很黑 是狼狗是不是 懷孕期的 準備要捕魯的狼狗 今天是要聊窮的嗎 沒有 我要講的事情是 曾經台灣也是沒有夜店的 現在大家講的夜店 好像一副夜店早就存在的樣子 可是在前夜店時期呢 大家去玩的地方叫做舞廳 舞廳就是夜店不是嗎 不太一樣耶 你去舞廳或者夜店的時候 長得不怎麼樣 可是很會跳舞的男生 跟長得很怎麼樣 可是不會跳舞的男生 哪個分數比較高 當然是長得很怎麼樣的啊 長得不怎麼樣的人 走開 I don't care 你會做什麼 真的啊 第一個要出場的就是舞棍耶 長得怎麼樣 應該是不怎麼樣 可是他要出來幫助我們 我們回憶台灣舞廳發展時 有功能就算 好 歡迎舞棍出場 怎麼辦 他有陶醉在你的世界 有 剛剛已經跟觀眾講 他長得不怎麼樣 這樣 這樣子 對 對 對 我會一直背面的 是的 我看得出來 你好 你好 前筒可以休息的前筒 前筒 前筒 不雅 上次兄請到這邊來 是嗎 我有看得出你的舞步 非常的懷舊耶 就小時候 原來你是舞棍出身喔 我是啊 所以你對於台灣舞廳發展時 就非常倒背如流 沒有 不能講倒背如流 就是太重 沒有 好久沒有聽到這句話 至少 前來你用了蕎楚之後 我還有一個字 叫 我可以用蕎鵝嗎 以前只有用在許不了身上 有沒有 對 許許太重 你知道 就是說講跳舞 舞棍出身還好啦 結果popcorn舞團的 不是我叫他跳舞 popcorn舞團 你幹嘛這樣跟我對一看啊 我沒有看你啊 好啦 因為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跟popcorn 有緋聞嗎 就是有一段情這樣子 真的嗎 沒有啦 你不要陷害我 你不要陷害我 他是有學弟 OK 都年輕談談戀愛 有什麼不可以的嗎 徐希元跟popcorn的誰 就 OK 那個人 目的是他也是路人觀眾 那個人的外型 請描述一下好不好 就是那個張兆志 然後變這樣 對 就是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 真的這樣 等一下你姐不是專門專攻帥 帥哥的嗎 他專攻有才華的人 我其實是沒有 他其實專攻帥哥 那是後來 所以 年輕的時候有迷過 就是有才華 被那個揍起來的趙志整到 後來就揍起來的 沒有 因為他說 那時候我們還在讀高中嗎 然後他有一次 經過一家那個服裝店 然後那個男生 剛好在裡面打工 然後他經過的時候 那個男生正在非常認真的 把衣服折起來 是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他就深深地愛上他 會折衣服可以保到徐希元 不是 因為他覺得 愛是管家嗎 對 因為他覺得那個男生 即使是打工都那麼認真 然後就愛上他 然後後來發現 他又是很會跳街舞 就更愛 那是他的初戀 所以那時候 我要走了 應該要喝一下 劍雪峰的獨酒 殺我吧 我也紅酒了 老師你手張召集 就已經跟你姐認識了嗎 那時候我們沒有多出一張召集 今天趙季要幫我們回顧的就是 台灣那個 自從有夜店之後 大家都好像把夜店當成理所當然 可是之前其實是有Disco舞廳的 以前哪叫Disco舞廳 叫什麼 以前叫地下舞廳 只能嵌在地下室 都是不合法的 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叫地下舞廳 然後我們今天有來賓很精彩 竟然有家人是開舞廳的 真的沒有想到 你說美麗家人家人嗎 你覺得他家裡是不是 美麗家人 家人是家人 家人是家人 家人不是女人 因為你們兩個用字都好老 我一直搞不清楚 他一下 家人 他家中的人 開舞廳就有什麼難懂的嗎 他太懂你家人了 我想說 亂是家人還穿那種 有些那個明星的家人 開著舞廳叫做戴安娜 有去過嗎 這個我沒聽過 你去過 我只聽過沒去過 連舞 不能講連舞 怎麼會你錯過 因為他去的時候是小學耶 那我跟他有一點點聯繫上的 OK 所以你錯過了 應該應該 好 那你今天要幫我們評鑑接下來走出來的人 他去夜店的服裝到底 在當時的時代是不是夠風騷了 好 好 我們歡迎下一位 不可能啦 第一個就是 有事嗎 第一個我覺得這位太太不可能 不可能怎麼樣 就你跟葉珍火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我是夜店一枝花耶 我跟你講 我來幫他講 因為當時啊 在台灣夜店最鼎盛的時期 就是他當家的 全部的人能不能進去夜店 都要看他臉色 真的假的 連我都要巴結他耶 對 我跟你講 康永哥我三五五六電話滿線 真的 每個星期的三五六 你的專業是三五五六 對 等一下 零四三五六 真的 三五六滿線那不行 週三 週五 週六滿線 對 所以大家都來求你說 Vicky我要進去 要定位 然後在大咖的藝人啊什麼 要去夜店都要找他 所以Vicky 以現在的 演藝圈的排行來講 如果小孩子打電話給你 訂週六晚上的話 訂得到嗎 一定的啊 而且他不用打電話 我就主張說 S 我幫你留款位子喔 我跟你講算我這種地位啊 真的不用打電話 他就每個禮拜五 他都會有一個位子 就專門留給我 即使我不去他也不會 把它讓給別的客人 對 而且每次我記得 印象很深刻 只要那個跨年啊 你不需要道歉嗎 就是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要這樣 你以為我就會 默默讓他這樣過去嗎 他也沒有反覆 我就把他找錢 對 他也在順著這樣 那張趙智呢 一定要得到位子嗎 拜託要買票好不好 趙智啦 網路上面先訂票吧 沒有 為什麼買網路啊 趙智可以免費進來 他不 不一定有位子 沒有 像張趙智這種 他可能進得去 可是Vicky就會說 小孩子有位子 你要不要去求他 你跟他坐一下 然後他就會過來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他就會把他吃開 你活在你的世界裡面 那 你出現的打扮 是先需要經過 這位舞棍來皮鑑的 張趙智 他這打扮怎麼樣 基本上因為 他是夜店的門口 所以他怎麼穿 我們都會覺得好好看 真的嗎 阿嬤 怎麼頭髮太多大 當時真的要戴到大口嗎 這個應該是去 才有 沒有 因為我以前很愛搞 就是說到夜店上班之後 就變得愛搞怪 OK 因為他們常常會辦一些主題 對 什麼比基尼 什麼衝浪之夜 淑女之夜 然後OL之夜 所以在門口的 他一定也要把自己打扮 想當初我們真的好瘋狂 真的啊 我們都把它穿很熱 然後一起這樣拍一個那種戲 對啊 而且還素顏照 我今天沒戴 好相信 好感傷喔 你們都沒有 有一種懷舊的心在出現 你們今天做一集真心技術嗎 我今天要找回我上司的記憶 生完三個小孩子的啊 不是 真的 因為我們以前玩很兇 現在都有點受不了了 對啊 現在很累 對 你們是誰啊 不是 你們是誰嗎 你們畫面這樣看起來 跟別人兩個我幫上家聊 許希弟 許希弟 為什麼曾經叱叉風雲的這個夜店主管 後來變成